女人掏出一枚炸弹 偷偷递给儿子 让男孩炸掉美军的坦克 可他们的行为 早被美军看得一清二楚 下一秒 女人健壮 连忙捡起地上的炸弹 直接冲向美军 好在判断正确 才没有造成战友伤亡 即便是身经百战的神枪手 但亲手拘杀女人和孩子 依旧让他倍感罪孽 可这就是战争 眼前的男孩只是捡起榴弹放在地上 就被一击毙命 因为再晚一秒 都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结果 这名狙击手是美军传奇人物 他将所有危险扼杀在摇篮里 以无数次护送战友的安危 因此 在军营里深受爱戴 而敌军中也有着一名传奇人物 他精湛的狙击技术 以使得美军损失了大量精锐士兵 为此 美军来到当地酋长家中 给了他两个选择 要么供出恐怖分子的藏匿地址 要么直接原地击毙 迫不得已 酋长只能同意了美军的要求 但他这种汉奸行为 很快就付出了惨痛代价 伊拉克游击队收到风声 将酋长一家抓到广场中央 直接在大庭广众之下杀鸡紧后 而另一边的美军按照线索来到目的地 然而伊拉克神枪手早已等候多时 他扣动扳机 精准击杀美国士兵 随后更是一枪一个 但无需发 紧一人就歼列了一整个小队 历经此事 北方重新开设作战部署 他们得到线报 知晓此人的藏匿地址 于是夜里 他们闯入一处平民家中 观察对面房屋的动静 但令人疑惑的是 这户人家非但没有感到害怕 反而热心地招待美军 可房主俯下身来 他红肿的手肘 让身经百战的士兵发现了一丝端倪 美军士兵翻开地毯 发现一张秀迹斑斑的铁板 将其掀开 定证了士兵不愿相信的事实 因为他在餐桌上发现 房主通红的手肘 是长时间匍匐狙击留下的印记 他明显不是普通百姓 随后美军用他的家人作为条件 请求男人配合引出敌军恐怖分子 迫不得已 男人只好选择答应 于是他来到目标所在地 敲响房门 就在房门打开的一瞬间 美军直接将其击毙 这时男人捡起武器准备反击 狙击手也毫不犹豫地投入乱击 训练有素的士兵们迅速地闯入敌影 可他们万万不会想到 敌军早有准备 伊拉克神射手也趁此间隙逃跑 这次作战美军又拨了个空 不一会儿的时间 美军精锐士兵将当地恐怖分子悉数清酒 而这一动静很快引起当地平民的不满 在他们眼里 美军就是恐怖分子 在自己的家园里滥杀无辜 可美军给出的说辞 不过是他们自己站错的阵地罢 这就是战争 但很快 他们将要为自己的傲慢付出代价 就在第二天 这两个士兵和往常一样执行任务 他们度过了今天就可休假探亲 不料下一秒 士兵们迅速戒备 活力掩护战友带着伤员撤离 但在撤退途中意外发生 士兵们根本没来得及反应 接连两名战友被敌军拘杀 这也更坚定了美军想要剿灭伊拉克神射手的念头 美军狙击尽中 男孩扛起地上的RPG 士兵一边祈祷着男孩丢下武器 一边将手指放在扳机的位置 千军一发之际 男孩最终还是丢下武器转身向后跑去 士兵屏住的一口气才终于松下 但敌方狙击手不会给美军任何喘息的机会 他的枪口对准了正在部署的美军士兵 下一秒 战友的死亡让所有人瞬间警觉 士兵从战友的伤势判断出敌人方向 他重新调整狙击朝向 随后通过望远镜 发现1900米外隐约看到敌人那模糊的轮廓 可这时 楼下早已聚集了众多恐怖分子 只要美军开枪就会暴露自己的位置 但此时他发现 敌方狙击手已经瞄准了自己的战友 于是他思索片刻 逼然决然地扣动我 好在他成功了 但同时也暴露了美军的位置 伊拉克反抗军察觉动静 纷纷朝着美军聚集 然而他们面对的是 一支训练有素的精锐部队 双方的差距一目了然 即便美军占据上风 可伊拉克人数众多 子弹根本无法让他们守住阵地 好在这时 一股沙尘暴起来 美军借助这天然的烟雾弹 安全撤离了作战区域 历经此事 虽然战争没有结束 但属于士兵的战争已经结束了 这名传奇狙击手 经历了此番战役选择退休 可回到家中的他 却显得十分易怒暴躁 毫无疑问 他患上了PTSD 因此在一处疗养院 接受战后互助治疗 也在此期间 帮助被战争摧残的战友一同 走出阴霾 然而这天 他和往常一样与战友一同外出 他这一群 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因为他被自己的战友射杀 谁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可能是战争 给他们留下了无法磨灭的伤痕吧 感谢观看